歡迎回到熱血運動魂節目 在節目前半段通常都是提到 大部分都是提到兒童小朋友 不過其實GDS最早最早 是大人們開始在假日打一個籃球 開始做發想為出發點的 那其實這個假日聯盟 還是持續在進行當中 我相信很多的成年的朋友 也想要來打GDS的假日聯盟 裡面應該是有很多 但是除了台灣的這些球友之外 也有很多從國外回來的球友 對不對 這個是很多人會想要跟美國訓練過的 在美國打過球的打打看球 可不可以請尚恩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OK GDS我覺得 其實現在在各個運動中心 都很多這種週末聯盟 那我覺得我們的差別 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強調就是我們是一個 是一個社團 我們是一個community 那你來你就是要以球會友 你就是要來認識一些 不一樣的球友 不一樣的種族 就是要去打比賽 對 但我們是希望說在打比賽中 可以 不管是 在重度你的黃金歲月 OK 那帶著孩子一起來 或是跟著工作的夥伴 還是大學的好友 這樣 每週末有固定的一個地方 讓你運動 讓你開心的 感覺自己像是MBA球員 對啊 那怎麼加入了 要加入這個GDS 加入聯盟怎麼加入 我們是 一個球隊一個球隊來報名 以球隊為單位 對 OK 那有幾個人 一個球隊通常10到15個人 OK 對對對 那通常我們就是針對對長 那其實台灣這種業餘聯盟 其實市場蠻大的 很多就是 週末就是想動一動 就想跟朋友聚在一起 打完球可以去吃個飯 喝個酒這樣 所以我們當初回來台灣 才不到一年的時候就覺得說 這市場不錯啊 我們認識很多人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可以做我們自己的一個 一個模式 那做了 讓他包裝 讓GDS來把他包裝的很 就是我覺得 讓他感覺就真的像MBA球員 所以他也是有賽季 譬如說你這個打幾強幾強 最後有一個冠軍這樣的一個賽制嗎 對 OK 剛開始就是兩隊 兩隊都要四隊 那最後就越來越有規模 還有分等級 我們辦到最大的時候有 八十幾支球隊 OK 那一個球技可能是打七場比賽 每一組有八隊 那打完 打完那個球技的時候還有 還有 還有技能賽 那還有獎盃還有獎金還有贊助的東西 那主要是我覺得我們包裝的部分 我們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 我們會分享很多他們的影片數據 那讓他打完球的時候在上班的時候 有東西看有東西分享 對 因為男生打球就是要大家看得到 那我今天穿了什麼 新的Jordan 我們就是要給他這個夢想 大人也可以有夢想 真的 這一點真的超聰明的 對不對 大朋友也許他現在呢 事業有成了 他想說 我們常常講好漢不停當年有 可是他當年真的就是有 那現在還想要秀出來 給這個 不管是給妹妹看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 對 那秀一下的時候呢 在GDS這個部分呢 包括臉書上面 這個社群媒體上面 你們就把他們這些影片這些 哇這個剪出來 對啊 這可以讓他們很得意啊 當初就我們操作Facebook 就一個影片出去就 就Tag了60個人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我們在Facebook上都會留言啊 那大家都會 有一點那種垃圾化 還是怎麼樣 就 就是真的是好玩 當然 我們的球隊來都很 很用心的在打 那這樣打才會有 有動力 我覺得 但打完球我們大家都是 欸 冠軍賽後也可以大家一起去 喝個酒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大家都是成人 上班族 那 就是 就是有一個夢想 所以 兩位的兒子也是跟GDS一起成長的 這種概念 那我們從報導 有些新聞報導當中呢 也知道 這個 其實就是要向展元 在一個年紀的人就知道 張士翰以前在台灣是打籃球 從美國回來的 打麥當勞隊的 其實我們這年紀才知道 他其實現在呢也是那個 量販店非常非常知名的一個總裁 然後這個 聽說GDS 張士翰也給你們很多的建議 這一點的 因緣機會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當初是在辦聯盟的時候 他帶他兒子來報名 在那邊認識 那他就 他的人就是很 對我們來講就是 不只是一個 mentor 一個大哥哥 他就是 很想幫助我們 那他就是很想看我們把這個 這個 passion 這個 hobby 把它做成一個 正正當當一個有價值的一個 一個平台 那他在做 Costco 他們最成功的就是 他們的會員就是有一個價值在 那要把這價值做出來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他在我們背後 在我們 就是身旁支持我們這五年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Costco 一開始也是很累 才把它做起來 在台灣 所以我們在 提供我們會員真正的價值這一塊 學到了很多 從張士翰這邊 是 對 哥恩 我也是完全認同 就是Richard他從一開始 真的是 我們真的很幸運有他在這邊 那我覺得他不但就是說 在對外 教我們怎麼去把客人當成我們的重心 但同時他也幫助我們內部很多 就是說怎麼把我們一個興趣 變成真正的一間專業的公司 我覺得就是說 在帶領我們的團隊 員工之下 他也給我們很多很多的一些交道 那我真的 我們都是很感激他 因為這都是他那麼多年來 累積的這些經驗 然後我們有這種的好朋友 好導師在我們身旁 我們真的是GTS能夠慢慢成功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所以GTS接下來目標呢 就是把版圖 然後讓這個理念 這個觀念可以影響到台灣 中南部的這些家長 讓中南部的小朋友也可以 享受到這方面的一個樂趣 好的 那真的他們一直很強調 運動影響人生 就是我們一直想要灌輸給大家的 運動對你的人生 當然不一定要做職業運動員 但是對你的人生是真的會有很多的幫忙 很多的幫助的 那最後呢 是不是也請兩位分別好了 對著我們鏡頭也跟台灣的我們的觀眾 我們的家長呼籲一下 就是把你們的理念傳輸出去 就是對於小朋友來講 真的不要再去限制他們 不准運動什麼的 是不是呼籲一下我們的家長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孩子真的就是我們的一切 那我自己個人不會去否認 任何教育的觀念 我其實覺得說 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 每個人都是不一樣 但是真的是運動 真的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說會影響 正面的影響任何人的人生 無論你從寶寶開始到 可能就是說都已經 You know 工作了 然後開始去碰到 碰到運動這方面 我覺得怎麼樣講 都是會有正面的影響 那孩子如果有這個管道 從小可以balance 平衡有讀書 有他們的喜好 有他運動 這會讓他們人生就是說 更有平衡感 更有自我 更有confidence 更能去挑戰很多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正面的能量 怎麼樣講 都是可以幫助孩子 往更有更好的未來 所以我如果要勸的話 我是真的是希望說 孩子的快樂 不是只是說說 那就是說 孩子就是有個很平衡的一個人生 會對大家的將來都會很好的 是 那我這邊如果 小孩子愛籃球 小孩子愛Kobe Bryant 我希望家長可以去鼓勵他們說 Kobe Bryant其實不只是 球打得非常厲害 他的品格 他的練習態度 他做的一切的準備 這個才是我們需要 以家長的責任來教這些小孩子 你喜歡Kobe Bryant 你要看他 在NBA打了二十年 為什麼能打到二十年 他 天天早上四點半就起來 是全年 那從他 在看他爸爸在歐洲打職業聯盟的時候 就開始灌輸了一個人生的態度 他現在雖然說 NBA的 生涯已經結束了 但他同樣的概念 帶到他的工作的 現在他Kobe Inc.公司的精神 那我相信 這個才是家長想看到的 運動不只是 有一天他可以達到職業 還是達到校隊 還是怎麼樣 希望是 帶著人生 不管在工作 不管在以後當家長的一個階段 可以幫助他們準備 讀書 這些都是 也是在運動裡面 你要當Kobe Bryant 你也是要讀戰略 你也是要讀對方的強項 那我覺得 很多小孩子是開心地學 才會真的 學得到東西 在教室裡面學 真的有些小孩子 會很勉強很難 但不是因為他學不了 是因為他可能有別種方式 會比較有效益 那我覺得 都可以讓他去嘗試 對 那運動是一個 是一個開心 學習 教育的最好的地方 是 書長真的講得非常好 小朋友要開心地學 真的才能夠學到東西 否則你強迫他 拿鞭子打他 那種填鴨式的話 真的是很勉強 不過當然這兩位來賓 都是Kobe的粉絲 所以他舉Kobe的例子 這個套用在 比如說 Stan Curry LeBron James 也是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好的 這一集的熱血運動魂節目 就要進行到這邊了 非常謝謝兩位來賓 來到熱血運動魂節目 謝謝 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湛妍 我們下次再見